Odia Jungle Odia Jungle 约标题,袁丽坦言不太喜欢跟娱乐圈女明星接触 因为跟她们接触很麻烦 一直以来我们都知道袁丽是一个平感与直言的人呢 但是,大家知道吗? 袁丽还是一个不太喜欢社交的人呢 为什么呢? 在一次访谈上,袁丽就表示自己不太喜欢跟娱乐圈的女明星接触 因为跟她们接触很麻烦 那么,这个具体是什么情况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在节目上,主持人很好奇地问道 说她关注了袁丽的微博 她好像很少关注她的同行 而袁丽回答说,自己可以去关注 但自己不知道关注谁 主持人接着问了 她的朋友里或者她认识打交道的人里头没有女演员吗? 袁丽解释说,因为有的时候跟女演员接触会比较麻烦 对此,袁丽解释说 有的时候,她会经常说,自己觉得跟这个女演员蛮好的 然后,这个女演员居然跟别人说不要理她 永远不要理她 袁丽觉得自己她跟自己也挺好的 为什么她会有这样的想法? 所以,袁丽觉得自己不能够完全揣测人家的心 揣测不到 对此,主持人很好奇袁丽 是不是曾经受过这样的伤害 袁丽说不能缴伤害吧 因为她伤不到自己 但袁丽也表示,自己会有一点点的莫名其妙 对此,主持人们是不是就因为这样 她就跟这个职业和职业里的人保持了一定的距离 对此,袁丽解释说 自己即使有的时候也比较难弄 袁丽说在拍戏的时候 演员非常喜欢拍完戏之后 如果今天收工早 他们就会去吃饭 然后会去喝酒 会去怎么样 他们来敲自己的门 而袁丽说 自己永远不开门的 所以敲也是白敲 自己在里面也不开门 因为自己有时候沉着一个脸 但是自己的意思 他们去吃饭的人 他们没有戏 对自己来说 自己经常演的事 比如说主角 你知道自己记多吗 他今天晚上洗完衣服 戏完妆 自己明天时长戏在等着他要拍 所以时长戏的台词 自己一个字都没背呢 自己哪有空陪他们去吃饭呢 所以袁丽承认 自己渐渐的 就变成一个很孤独的人 在这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